舉行你現在已經預設 左冠廷講的是正確的 那你心裡是否也可以告左冠廷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各自相信 各自講的話 因為我手上我也有一份資料 你看 比例尺有問題 沒有 這沒有比例尺 兩張圖的比例尺 比對一下旁邊的路 對 比對一下旁邊的路 這邊有資料囉 你們兩張圖是一樣的 它這個紅色的 紅色框起來是一樣大 沒有 你用你不同 對圖不同比例尺 你框的一樣大 就會變成一件房子不見 對 你看一下旁邊的路 大家現在講的各說各話 那昨天 你那個比例尺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嘛 你看一下旁邊的路徑也不一樣大 你看旁邊的路徑也不一樣大 但是房子圈起來是一樣大的 沒有啦 這跟比例尺有什麼關係 不一樣啊 不一樣 不是啦 那個律師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航太專家啦 你的說法而已 但是現在 你要不要來法院跟我看看 但是你的說法 你的說法跟公務員說法就不一樣 那現在到底是誰對誰錯 那可能要到 因為兩個公務員被我到的 那要來法院講 那現在 市民市政府就很堅持說 他們看到是對的 對 所以來法院講 好 那你就告他嘛 你要不要參加 你不用腦袖成度啦 你要參加我找你一起來 不用腦袖成度啦 我們現在是正對我們 你想看讀我都你來法院看啊 我們正對我們的圖的 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這幾天呢 他不是講說嘛 民國824年的時候啊 就是沒有賴清德老家 用什麼定位啊 飄移啊 這個很專業我也看不太懂 反正就說呢 賴清德老家824號門牌 就是沒有就對了 但卓冠廷三度打臉囉 說你的定位是會飄移的 會逐年飄移喔 我們採取絕對值的坐標 來做比對 先請賴清德勇於面對 都被打臉說 每一年這個坐標 好像都會不一樣耶 那新北市府現在是怎麼樣 幫忙變打手了嗎 好 我先 最後一次勸告一下侯友宜 其實你不用跟 新光物業管理公司解約 你合約剩三年嘛 一年一千一百五十萬嘛 你就一次把一千一百五十萬 三年的收入全部一次捐出來 捐給任何團體我都沒意見 因為你的財產生報 現金存款有七千五百萬 你絕對拿得出這三千多萬 然後你跟新光不用解約 你每年照收一千一百五十萬 不是 但我為什麼要呢 我為什麼要 那除非你不想選總統 就這麼簡單嘛 這是最簡單而最直接的方法 就你也不用解約 你就直接錢捐出來嘛 對不對 好 看你是要把三千多萬 現金堆在桌上 開記者會都可以 隨便你 好 我來講這個 新北市任務可惡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過去 拿來講說行政機關要中立 好 可是新北市任務 這一次包含地震局 包含公務局 完全已經變成侯友宜的 競選辦公室的支部 叫板橋支部 在新北市支部 為什麼 很簡單的道理 你今天用一個錯誤 我都先存善念 我先不講它是故意造假 我說你可能是因為 專業程度不足 造成你的誤判 可是第一次 當有專業人士提醒你的時候 你還繼續第二次第三次 再硬拗 那個就罪無可赦 所以為什麼昨天地引 他們去提告了嘛 違反選霸法 這個才叫 我跟你講 我順便幫大家做一下科普 選霸法的意圖使人不當選 有一個前提叫以不實之資訊 你如果講的是事實 沒有什麼意圖使人不當選 我跟你講 選舉的每個人都意圖使 對方不當選 賴清德意圖使侯友宜 跟柯文哲不當選 這很正常嘛 好 第一次 卓冠廷已經告訴你 你的定位比例尺有問題 看過地圖就知道 對 一比一百跟一比兩百 在地圖上顯現出來內容會不一樣 好 第二次他跟你講用絕對坐標 好 卓冠廷昨天很認真 他就依照新北市政府給的那個坐標 逐年去套用 結果發現每年都在位移 好 那他現在在跟你講 第三度 他說 沒有 卓冠廷你又搞錯了 我們是用內政部 國土匯測系統 提供資料 可是你上內政部的 國土匯測系統網頁 第一頁首頁他就告訴你 本網站內容僅供參考 不能作為法律證明文件 所以僅供參考而已嘛 對 僅供參考 你說你參考對不對 那你要確定 這棟房屋是不是存在 其實一般來講 在地方政府服務過程度 一般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最直接而簡單的方法就是 新北市政府 我不管你是地震局也好 公務局也好 你就帶著人 對 到現場去 找里長 找地方的騎老 找郵差 去問 這間遊車就有啦 這間遊車 到底當時開始出現呢 你今天不管是在那邊送信 送了幾十年的 八十幾歲老郵差 兩位八九十歲 退休的老礦工 當地的里長 賴清德兩位小學同學 總共七個人都出來跟你講 那間房子真的 在民國四十幾年就存在了 除非你新北市政府 你告訴我 這些人都跟賴清德串供 你覺得可能嗎 可能 你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嗎 都住戶耶 那個郵差耶 那有可能 對啊 郵差還姓藍耶 不姓綠咧 對不對 這有差別嗎 那你 你都已經有七個證人 他們願意 據名跟你講說 這間房子 真的民國四十幾年 就存在了 你新北市政府 還在硬拗 我往好的方面想 可能新北市政府 這些局長們 他知道侯友宜選不上了 因為一月十四 就要回去當市長了 心裡會害怕 就是我現在沒有表現一下 他回來之後 市長會給他修理 所以現在趕快表現一下 但是我覺得 你們以後 一月十四號之後 準備開始跑法院 這件事情很嚴重 因為這是公務員 第一個 你違反行政中立 第二個 你用假的資訊 意圖使賴清德不當選 你想想看 如果賴辦拿不出證明的話 現在輿論是怎樣 賴清德你說謊 你那明明就2003年 蓋了新違建 你還打什麼悲情牌 你騙人 你覺得賴清德還要選嗎 還好他們手上有證據 還好 基本上不只佐冠廷講 今天很多在國內 包含中央大學太空 遙冊中心的專業人士 包含國內很多 專門研究空照圖 跟遙冊的專業人士 都告訴你說 新北市 你搞錯了 繼續凹 我看你可以凹到什麼時候 好 現在佐冠廷三度打演 新北市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佐冠廷的爆料是這樣子 他說 輸入Google Earth的定位點 其實你輸入中伏84號 裡面的定位點 其實都會一年一年的逐步來移動 那我們請教原資 那你看 絕對的坐標就是絕對的謊言 我也只是滿好奇的 新北市府的公務局 怎麼會講出 請賴清德勇於面對 這個應該是新北市府 該講的話嗎 你們議員講話還差不多 因為舉行 你現在已經預設 佐冠廷講的是正確的 但是大家要有點保留 因為佐冠廷 烏龍爆料也很多 沒有 那你新北市府 你也可以告佐冠廷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各自相信各自講的話 因為我手上我也有一份資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昨天早上 我們有一個三重的議員叫王威元 他拿這個圖去跟佐冠廷對讀 就是說誰講錯誰辭職 後來佐冠廷不敢 那我講一下這個圖是怎樣 你看一下 佐冠廷沒有來我們現場 我不能這樣 沒有 因為他有回應這個事情 他不敢 那這個 一個是75年空照圖 一個是94年空照圖 其實它紅色框的部分 就是中伏85號 中伏85號是 賴清德這棟樓的隔壁 叫中伏85號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嘛 75年的時候 這個中伏85號的隔壁 就是現在黃線圈起來的部分 就是中伏84 就是賴清德現在那個兩層樓的房子 是樹林嘛 是樹林嘛 然後94年的時候蓋出來了嘛 94年蓋出來了 然後75年是樹林 可是那佐冠廷的第二次打領 就是說你們那個時候 故意把它移到樹林 沒有 沒有 這個 這個我現在圈起來的部分是中伏85號 你仔細看一下 他比例池有問題 沒有 這沒有比例池有問題 兩張圖的比例池 你看一下比對一下旁邊的路 對 因為像旁邊的路 原律師這邊也有資料囉 你們兩張圖是一樣的喔 他這個紅色的 紅色框起來是一樣大的 沒有啦 你用你不同 對圖不同比例池 你框的一樣大 就會變成一件房子不見 對 你看一下你對一下旁邊的路 對一下旁邊的路 兩邊不同大條 對 比例池要比例池 我跟你說 到法院去要比對圖 要套圖 要第一個 比例池要一樣大 糟糕 現在是不要辭職的 不是 不是 我們要辭職 是大家現在講的各說各話嘛 那昨天 你那個比例池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嘛 他現在黃色誰 你看一下旁邊的路徑也不一樣大 你看一下旁邊的路徑也不一樣大 但是這房子圈起來是一樣大的 沒有啦 這跟比例池有什麼關係 不一樣啊 不一樣 不是啦 那個律師你也不是 百分之一 你也不是航太專家啦 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們在法院常在勘驗 為什麼 經濟訴訟常見啦 你也不是航太專家 我們先讓業人只講一下 我們先讓業人只講一下 我們在法院常在看組好不好 這也是你的說法而已 但是現在 你要不要來法院跟我看 但是你的說法 你的說法跟公務員說法就不一樣嘛 那現在到底是誰對誰錯 那可能要叫 因為兩個公務員被我告了嘛 那要來法院講啊 那現在市民本市政府就很堅持說 他們看到是對的嘛 對 所以來法院講 好 那你就告他嘛 你要不要參加 你不用腦袖成功啦 你要參加我找你一起來 不用腦袖成功啦 我們現在是針對我們 你想看土我都你來法院看啊 我們針對我們的圖的這個 那不要 不是啦 你約他啦 就約他說他 我想說他職業員嘛 對不對 好不好 不是啦 我都還沒有講完 好 我們先讓業人只先講一下 我們先讓業人只講一下 我都還沒有講完 那所以當然按照這個圖的說法的話 他們認為說 這個賴清德當時94年的時候 老家才蓋出來嘛 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市府為什麼要特別出示這個空拍圖 其實是要跟所有的礦區的其他民眾講說 你們不用擔心啦 因為 沒有 你這樣把他勸出來 我很擔心耶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在金德時把他們脫下 讓108年 民國108年的時候 當時後來也做市長了 他就曾經發函給內政部 他就跟內政部說 這個礦區因為已經沒有在做礦業使用 但地還是礦業的 所以你要解編 可以讓他們做商業啊或住宅 這樣才有可能讓他們的房子合法化 那後來去文給內政部 內政部的回函是說 你就依規定辦理 可是問題規定是中央訂的啊 中央要修法才有可能依規定辦理 所以110年的時候 又再去文一次 那袁之威想請教一下 為什麼在9月的時候 我被打斷了 新北市府說 如果可以申請 提出證明申請 就可以是合法房屋 然後呢12月26的時候 根據客觀事實審慎判斷 我覺得你們新北市府的態度 越來越不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把整個講完啦 對 然後他110年的時候 又再發文給內政部 內政部還是一樣沒有理嘛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市政府的態度是 他是很希望礦區的 所有的那些老房子 都可以變成說 在這個地方可以居住 否則就是違法了嘛 因為你怎麼可以 在礦區變住宅呢 這個東西就是違法 所以他一直想要 把這個問題解決 可是郵差鄰居都說 就是有賴清德的房子啊 那些人為什麼是 針對賴清德那一件 就是他水頭拿公開圖出來嘛 就是說賴清德的這一棟 和其他不一樣 因為賴清德那一棟是 他是92年他媽媽 買了一個200坪的土地嘛 然後後來92年蓋的嘛 那兩層樓的 他並不是原本就存在的房屋 他是新蓋的一個房屋嘛 所以他就說 你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賴清德這個 你就針對你的問題解釋就好 不用去砍誇處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國民黨喜歡讀斷代史 我回答月圓只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說新北市那種 一百年半年有去函對不對 然後你說修法權限在中央 所以新北市沒辦法處理 那我問你 2005年蘇貞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處理九份金瓜石 可能那時候國民黨 那時候陳正平有幫他忙 對不起 他是台北縣定一個單行辦法 自治條例 後來這個自治條例失效 是因為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 你侯友宜只要把當時的自治條例 拿出來照抄一遍就可以做了 但是你們不做 第二件事情我很好奇 原知我剛剛講的七個證人 郵差里長兩個小學同學礦工 都說那個房子四十幾年就存在 為什麼你們就不相信 所以你們是懷疑這七個人 跟賴清德篡政 換哥我覺得這個事情 已經各說各話 沒有各說各話 我跟你講你問律師很清楚 這些人上出庭可不可以當人證 那就是要去看 有哪一個公正機關來認定 因為現在國務司 國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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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也指控國務司 我差一句話 原知你當一個議員 通常違建的認定 新北市政府有人檢舉 一定會先通知住戶 說你有人檢舉了喔 你要找資料證明你不是違建 然後議員就會介入協調 就會找一堆資料 空拍圖只是證據之一 我先不講誰對誰錯 因為空拍本來就有誤差 就會找附近的居民也好 郵差也好 或者是你當事人要提出證據也好 作為所有認證的標準 甚至議員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會幫住戶講話 就是有嘛 結果現在台國民黨的議員 都認定沒有欸 以後欸 以後你家裡被人家檢舉是違建 都不要找國民黨的議員 因為我要講的是 他們要尊重市府的判斷 因為市府叫做濫權嘛 他憑一張空拍圖 認定是既存違建 你也不是法官的 這都各做各話 請教律師 請教律師應該比較準 因為我覺得他說 市府的判斷 但現在市府判斷很亂欸 之前說 建管錢已經存在了 可以申請啊 申請就是合法房屋啊 那怎麼跟現在講又不一樣 確實他前後有不一 那這是前面是 這個當時的礦坑的住宅 那個礦業用地 法規上面叫做附屬建築 這個附屬建築 是當時合法存在 後面他因為廢礦之後 沒有去變更礦業用地的地墓 讓所有的建築都不 沒辦法說我申請使照建造去修散 這個是政府的問題 不是這些居民 原本住在這邊的問題 後面才開始有法規 你不能說前面那個就是違法 所以他在這邊就已經 有點時空錯亂 那更荒謬的是什麼 今天為什麼新北市政府的 兩個局長會被我們告 如果你一開始在空照圖的 相關的定位都弄錯了 其實有時候公務員會弄錯 你就是把它更正 把它補正 當議員跟你講 如果跟你講說 你這個弄錯了 你這個定位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說好那我們弄錯了 你硬拗到底啊 你應該開始半夜晚上發新聞稿 發新聞稿 不但的駁斥說 我這個就是對 怎麼可能對 剛剛原資拿出來的 這一個空照圖 他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在法院裡面看 公照圖或相關地圖 第一個看什麼 比例池 那個比例池有問題的話 他就沒辦法做這樣的比對 沒辦法這樣畫框 第二個看什麼 旁邊的地形地貌的比對 再來才是晃哥所講的 我們要傳相關的證人 來舉證當時現場 73年 84號有啊 所以當時的空照圖有 然後突然他的幽靈定位之後 又不見了 所以他說是幽靈建築 我覺得新北市政府 用這種做政治抹黑 非常荒謬 空照圖是有了 這個是航側圖 另外是什麼 照著卓冠廷說 那你新北市政府說 你我用一個定位 絕對坐標定位 絕對坐標定位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本來就會有偏差 法院再看也不是用 絕對坐標定位 他還要去比對旁邊的建物 地形地貌跟證人 法院再看是這樣 如果照正常的定位 84號都在 但是如果照著新北市政府的 所謂的絕對坐標 這個定位之後 會跑去山上 同一個定位 他會跑掉 跑掉之後 是跟你說 你看那邊都是樹林 你沒有建物 早期的空照圖 照同樣的比例看起來 84號都在 68年在 73年在 他拿出來一個不同比例的 定位錯誤的 跟你說84號 賴清德老家不在 這是荒謬的地方 而且執迷不悟 這樣錯就錯 所以我們為什麼 要告選霸法 其實我們律師團還在討論 不是只有選霸法的 這一個散播不死 他可能還涉及到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公務員如果登載不實罪 公務員如果登載不實罪 我們一樣可能會繼續收證 你要持續用錯誤的資訊 來抹黑一個礦工的老家 我們剛才前一段在講的是 包租公一個月 他說我要告你 我不是賺 一年不是賺兩千萬 我賺一千一百五十萬 這種富貴的人的想法說 我沒有賺到這麼多 結果你對一個礦工老家 當時颱風還會被催垮的 礦工老家 去狂打他違建 我覺得這不止不厚道 法律上 我們要追究這些官員的責任